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森林的动物有的是白天工作 有的是夜晚工作 我们的猫头鹰先生 他就是在夜间出来工作的 我喜欢森林的夜晚 神秘 安静 凉爽 我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 太美了 美丽的大公鸡呢 他不喜欢夜晚 他呀在每天的清晨起来 他呀就轻轻嗓子 然后就开始高声唱歌了 这一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好累啊 好累啊 小冰鸡 早上好啊 猫头鹰大哥 早上好啊 你要去哪儿 你看天都亮了 我回家去睡觉 今天天气真新鲜 天一亮我就开始歌唱了 你的歌是我的催眠曲 你唱的可真好 你一开始唱歌 我就开始睡觉 只要你喜欢我天天的给你唱 好啊 我谢谢你了 森林里的夜晚是多么的好啊 太美了 森林里的白天更美 夜晚的森林有月亮 月亮发着明亮的光芒 我在这美丽的夜晚自由自在的飞翔 哎呀 简直是太美了 不对 白天的大森林被太阳明亮的光芒照耀着 到了夜晚 森林里一片黑压压的 什么都看不见 怎么会是月亮发出的光芒呢 只有太阳才有的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明亮的月亮一出来 把夜晚的森林照得亮亮的 白天 白天只是一片白茫茫 什么都看不清 我可不喜欢白天 夜晚才看不清 白天看得清楚 白天看不清 白天看不清 夜晚才看不清 你不对 你不对 是你不对 明明是你不对 你不对 你不对 把我的头都搞晕了 我不和你争了 我们去找狐狸博士吧 看他说太阳发光还是月亮发光 我们去找狐狸博士 他最有学问了 他肯定知道 好 那就去找狐狸博士 他是森林里最有学问的 那我们去问问他好了 他说的一定是对的 好 那我们走吧 好吧 现在我们去找狐狸博士 现在就去 好吧 我肯定是对的 你肯定是错的 为什么 天亮了 我看什么都已经开始模糊了 我才不相信 就是模糊的 你火这眼睛干嘛 快到了 你看这就是狐狸博士的家了 狐狸博士 你怎么还活着眼睛呢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了 模糊一片 不对 天亮了 应该看得清才对 不对 就是模糊的 你肯定错了 不对的 我们叫狐狸博士吧 狐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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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走在一块 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你们俩是不是发生什么矛盾了 让我来解决解决呢 是这样的 狐狸博士 月亮发出明亮的光芒 把大森林照得亮亮的 可是公鸡说 月亮没有光 所以我们想请教你一下 给我们评一评 到底谁说的对啊 是的 每天太阳 月亮 随着我的歌声声上天空 太阳发出明亮的光芒 照料着大森林 森林的夜晚 却是黑黑的一片没有光芒 所以只有太阳才有光 月亮有光芒 没有的 好了 你们不要再吵了 我说猫头鹰啊 你说月亮在黑夜里是有光的 夜晚把森林里照亮了 对对对 小公鸡 你说太阳有光 是月亮发光把白天的森林照亮了 是的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太阳就没有白天 没有月亮 可人就是黑的 不是的 每天我看见太阳的照亮 这样啊 谁对呢 白天是有太阳的 猫头鹰 你说呢 你是怎么想的 是月亮发光 把天给照亮了 不是的 是太阳发光 是我说的对 月亮发光 只是我也没有想明白 可是白天有太阳 夜晚有月亮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没想明白 那月亮画在天上啊 哎呀 好了 好了 你们不要再吵了 让我研究一下 总是会有答案的 好吗 那先研究月亮 不行 先研究太阳 先研究月亮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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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 我说你们不要再吵了 你们都快把我的头炒炸了 你们都先回家去吧 我一定会把事情弄清楚的 好 反正是太阳发光 研究出的 太阳发光 会的 我会的 月亮发光 太阳发光 我不想跟你争了 月亮发光 我是对的 月亮发光 不要再吵了 你们 快回家吧 哎呀 真有意思 哎呀 不过呢 这件事情 倒是真的应该 好好地研究一下 太阳呢 每天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个 谁都知道啊 可是 月亮呢 也是有明亮的光芒的 它把夜晚的森林照得亮亮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月亮 和太阳 都会发光呢 哎呦 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有研究过 看样子 我得动动脑筋了 认真的研究研究才行 也不知道 狐狸博士得出结果没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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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先去调查调查猫头鹰这边 问问它为什么说月亮会发光 去调查调查 走了 狐狸博士 猫头鹰 我正要找你呢 猫头鹰 为什么你说月亮在黑夜发出明亮的光芒 你的依据是什么呢 你能告诉我吗 哦 这很简单 啊 在晚上 月亮不出来的时候 森林就漆黑一片 是啊 你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因为呢 我总是在晚上工作 月亮一出来 我就什么都看清楚了 为什么一定要晚上工作呢 白天就不可以了吗 因为白天我的眼睛就变成近视眼了 我只有在晚上才能看清楚东西 白天什么也看不见 是这样啊 难怪你总是说白天总是雾蒙蒙的 什么都看不见 现在我的视力还不太好 先到我那儿休息休息 晚上我带你去看月亮的光 好 也好 那我们就先回家休息休息 晚上再说 好 来 来 猫头鹰 你晚上眼睛就不近视了吗 是的 是这样的 狐狸博士 你过来看 看什么 你看天上 月亮马上就要出来了 是吗 你看天上 好 好 我看 你看 就在山的那一端 就快要出来了 快 看 你就出来了 是啊 好 猫头鹰 你看到了吧 月亮发出白白的光猫 是的 是的 你看它是亮亮的吧 亮亮的 是很亮 很亮 月亮会发光呢 好像是的 她把森林都照亮了 那么那我说的是对的 是不是啊 我没有说错吧 我说的一点都没错 月亮是发光的 毛头鹰你说的没错 那既然我是对的 那小公鸡说的一定是错的 哎呀 毛头鹰啊 小公鸡呢 说的也没有错 我呢 只是现在不能肯定而已 那你可得快点给我答案 一定要给我一个答案 放心吧 毛头鹰 我呢 一定会尽早把结果告诉你们的 那太好了 那就麻烦你了 我们俩都很想知道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好吧 那我现在就出发 到小公鸡那里去看一看 明天呢 你就到我家里来 我就告诉你们答案 你看这样怎么样啊 啊 毛头鹰 好吧好吧 太好了 那太好了 好的 毛头鹰 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我现在到小公鸡那边去了 我们明天再见 好吗 好的 嗯 那你自己去忙吧 我就先走了 嗯 那好吧 那狐狸博士 一定要尽快啊 好的 放心吧 嗯 再见 狐狸博士 再见 小毛头鹰 慢走啊 嗯 狐狸博士 已经说我是对的了 小公鸡一定是错的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是对的 猫头鹰的话一点也没错 月亮又圆又亮 一出来就把大森林照亮了 那么小公鸡呢 他应该说的也没错 我们大家谁都知道 太阳一出来呀 天就照的亮亮的 可是太阳是发光的 月亮同样也是发光的呢 这样一来呢 他们两个说的就都有道理了 我还是去问问小公鸡吧 小公鸡这边我还是调查调查比较好 小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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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他是福利博士啊 嗯 现在我还看不清楚东西呢 很模糊的 嗯 我说小公鸡啊 为什么你还看不清楚东西呢 猫童鸣说啊 白天他看不清楚东西 你怎么晚上也看不清楚东西呢 这是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鸡到晚上就变成了近视眼了 看什么东西都不清楚 是真的吗 那当然了 是真的 哦 是这样啊 很有意思 有意思 嗯 我说小鸡 猫头鹰呢 一到白天就变成近视了 你呢 到了晚上也变成近视了 你能看清白天 猫头鹰能看清夜晚 你说的没错 可是这个与太阳和月亮发不发光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猫头鹰肯定是说错了 我是对的 哎呀 先不要着急下定义 现在呢 我还没有研究清楚 我们先看看太阳升起来吧 嗯 好吧 你来看这天软要好啊 火力博士 嗯 快点 太阳就快要出来了 火力博士 你看到了吗 嗯 天马上就要亮了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唱歌了 好吧 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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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公鸡怎么还没有出现 你别着急 还要叫鸡声呢 好 我再叫一声 好的 怎么样 好 我看到了 太阳升起来了 天亮起来了 对 我说对了吧 你看 现在天也亮了 是啊 太阳出来了 它的光芒照亮了大森林 现在都亮起来了 你看到了吧 我没有乱说话嘛 又圆又亮的 会让人感到温暖的 你看 对呀 我感觉全身也暖了起来了 是啊 你看 太阳发出的光芒多亮啊 小公鸡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太阳不仅会发光 还会发热呢 是温暖的阳光 是啊 你看 既然你说我对了 好 那么 猫头鹰就一定是错的了 哈哈 小公鸡 我现在呢 还是不敢说 你们俩谁对谁错 我得好好想想 我现在先回家去 好好地研究一下 然后呢 你们两个都来我家 我再告诉你们好不好呢 啊 小公鸡 小公鸡 这样啊 嗯 那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 我们一会儿见吧 好的 好的 好吗 好的 那我先走了 一会儿见 好好地研究研究 嗯 知道了 再见吧 再见 狐狸博士说我是对的 妈妈 猫头鹰就是错的了 这次我赢了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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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公鸡 早上好啊 是这样的 狐狸博士要我到他家里来 对 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要告诉我们答案 狐狸博士 早晨已经告诉我我是对的了 哦 狐狸博士昨天晚上听我说我是对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 不是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 哦 不行不行 我们两个说了不算 还是去问狐狸博士吧 狐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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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早上好 你好啊 狐狸博士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两个啊 都是对的 什么 都是对的 怎么会两个都对呢 但是一个对一个错呀 但是你们说的呢 又不全对 啊 哎呀 怎么回事啊 我也搞不明白了 好了 你们听我说 我说你们是对的 是因为太阳和月亮看上去呀 都会发光 但是错呢 是因为什么呢 你们知道吗 错是因为什么 不知道啊 好 我告诉你们 知道什么 错是因为太阳和月亮的光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刚才呀 看了很多的资料 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呢 我就来告诉你们 哦 我们正想知道呢 现在已经糊涂了 小公鸡 猫头鹰 我们白天看见的太阳是热的 知道吗 发出的光啊 是很暖和的 知道了吗 是啊 太阳很暖和的 暖和 那是因为太阳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火球 它有着很高很高的温度 它呢 在不停的燃烧 所以 只要它一出来 我们就会觉得全身上下都好温暖好温暖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对啊 哦 我知道了 我们都离不开太阳 太阳的光啊 我们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它 我们大森林是离不开太阳的 你离不开我也离不开 我们都是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的 哦 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 那月亮呢 月亮是一个冰球吧 是这样吗 啊 月亮啊 像一个大大的镜子 哦 对 啊 什么是镜子呢 为什么是镜子啊 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也不会发热的 它的光芒来自于太阳 它像一个大大的镜子 我们把太阳光反射到我们地球上 所以也是又圆又亮的 知道了吗 哦 真是太神奇了 现在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哦 你们看 你们的争论是有意义的 月亮光是太阳的反射光 哦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我真没想到 月亮也会像镜子一样 反射太阳的光芒 真的是很神奇的 我终于知道了 真是一个很好听的歌声 太阳啊 好像是哥哥 月亮呢 就好像是弟弟 有了他们 还有我们美丽的家园 我们的大森林离不开太阳 也离不开月亮 哦 太有意思了 是啊 真没想到 太阳和月亮还有这么好听的故事 我们喜欢太阳 和也喜欢月亮 哦 我们知道了 对对对 呢 还可以 地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